我喜歡很漂亮 我覺得石樺老師他的設計真的是很細緻 很多細節他都注意到 其實像這個作品 他都是人造花 但他感受就是非常的真實 因為他包括花瓣上面的水珠 他都是一滴一滴滴上去 所以我覺得他呈現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作品 什麼展覽讓台北市長講完案稱讚不已 原來是日本知名藝術家全川石花打造的作品 首度來台展出 邀請國內外旅客在3月3號之前 來松山文創園區觀賞 曾經歷外訪れてます 今回こういう機会を頂いて コロナの間全然来れなかったので 本当に久しぶりに来れて とてもとても嬉しく 自分の場所に第二の故郷に戻ってきたような気分で すごく毎日楽しく過ごしてます 松山の皆さんともとてもゆかりが深くて 何年にもわたってたくさんの作品を展示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す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なのでとても私にとっても大切な2つの都市で こういう有効を記念する展覧会に今回参加できて 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ます 今回の展示は造花のお花を作った 使った展示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生命の循環だったりとか いろいろな生と死がありながら また新しい芽が芽吹い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 この作品で作ってます 歡迎松山市野事市長再次来到台北 最主要是台北市和松山市 我們有一個松山区岸園縣有松山市 也因為這個民生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有這樣特別的緣分 台北市和松山市 我們在2009年就開始頻繁的交流 2014年10月正式簽訂友好交流協議 所以到今年10月剛好是十週年重要的里程碑 去年野生市長來台北 在北投我們的溫泉祭 特別結合松山市大神教、宗教的活動 我和松山市長都分別站在神教上 這樣子互相撞擊 非常的精彩 而且也展現日本在地傳統文化 野地市長告訴我 兩尊神教在過去分別代表一尊是農業、一尊是商業 每一年這樣一撞 就代表來年農產豐收、生意興旺 所以我相信未來台北和松山市 在新的一年我們馬上要迎來龍眠 一定會帶給大家幸福、平安、快樂的日子 台北市松山區與日本愛媛縣松山市有同名的緣分 雙方締結友好交流協定也邁入第十年 台北市觀傳局說明系列活動已經展開 除了松山文創的全川石花特展 松山市也應邀參加2024台北燈節展出特色燈主 持續強化兩城市交流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Mika 全川石花藝術家 特別把作品在我們松山文化園區展出 那今年松山市有兩件作品 配合我們台北燈節展出 那一件是在我們台北燈節展區的友好交流區展示 那另一件全川石花的作品 就在我們松山文創這裡展出 所以都非常歡迎好朋友們 在2月2號開始到3月3號這段期間 一起來我們台北燈節 歡慶元宵也欣賞美麗的花燈 那在這邊再次的感謝我們日本的好朋友 再次來台北 我們永遠歡迎大家也希望台北和松山市 未來可以邁向20年30年長遠的友好交流 先ほど師父さんからご紹介いただきましたように 台北市さんと我々松山市というのは 2014年に友好交流協定を結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観光で、スポーツで、文化でと様々な交流を積み重ねております 2024年10周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このランタンフェスティバル 全川石花特展在松山文創南藻堂區 利用空間明暗交錯時間與人的流動 揭持彰顯被譽為雙方最古老的溫泉 松山市道後溫泉及台北北投溫泉的連結 為交流十周年增添光彩 歡迎民眾來欣賞花朵展現生命力與寧靜美麗 記者張啟騰 翁郡台北報導